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ickPickChef的朋友大家好,我是KC 今天会教大家怎样做一个传统的法国长棒 18世纪开始盛行这一种面包 我们的定义就是要求法包吃到小麦粉的原味 就像早餐公合片,好像粟米片那种味 就为了小麦粉的原味 还有要吃到皮像饼干那样脆 如果有我们今天这两个要求的话 制作方法应该是最传统的方法才可以做到的 我们要预先准备好四款面种 还有粥效干酵母 这四款面种都要15个小时前开始准备定 第一款就是水合法,水种或者叫 这个纯粹是T65粉加水,加少许盐 放在冰箱过夜一晚,等它吸爆水 第二款就是一个很传统的 整法包用的玻璃收种 又是T65粉,少许盐,再加水 而且它会有少少红衣帮助它发酵 有少少香味 第三款就是要自己养一个天然酵母 提高酸性,令到面团更脆 像饼干那样脆 第四个就是我们发明的盐种 就用盐醃死天然酵母 它就会释放一些还原剂出来去抗氧化 那面团就算你不小心拆多了几下 或者温度高了少少 都没有那么容易令到香味是氧化了,流失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去混合拆这个面团了 那首先我们找些40度的水 大概是红衣的三倍分量 溶解了一些畜效干酵母 那要注意,水温非常重要 水温不正确的话,会令到你的发包发酵不良 之后那四款面总的添加鲜头次序就没什么所谓 那当它所有材料混合均匀的时候呢 面有点粗糙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个基本发酵了 那面团发酵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那它的体积是大概上升了四分之一 那现在我们就进入分割的程序 那首先呢,灑一点粉 多一点都不排 之后呢,就将个面团 轻轻手,不要太大力抄烂它 又不要把它翻折,幅来幅去 尽量完整地倒在桌面 那今天这一块呢,可以做到六条发包 每条200克 那你可以就回家的焗炉的尺寸 决定 决定分割重量是多少 那接着呢,我们轻轻力 将这个面团收回做一个长条形 那我们首先向前卷 卷一下,倒转它,收口向上 再收多一下 目的呢,将表面拉紧 让它像一个面团 每一盐一分,方便一间造型那一部分的进行 好,那接着我们完成了分割程序 要等它松弛大概10至15分钟 那面团现在的体积呢 应该是刚刚拆好的时候的1.5倍来的 那你测试它松弛了后呢 你可以摸一下它 看看有没有气体 还有你拉一下它 看看它会不会有很强的弹力 如果它没有很强的弹力呢 即是松弛完筆就可以造型了 那造型呢 首先呢,桌面中间浸一点粉 之后呢,就拿起个面团 尽量不要让它变形 光滑面呢,刚才向上 那现在呢,将光滑面向下 打入粉堆里 拿回来自己造型的工作空间 就不要有粉在这里 首先下向上 三分一 然后呢,上向下,三分一 之后呢,左手手指公 放在右边 拿起个面团 然后右手呢 用这个位置 向下压 令到面团黏合 那两只手呢 交替去做 慢慢把面团收紧 那之后呢 应该是做到一个 比较紧致的圆筒形出来的 那如果你想它 长一点,或者两头尖一点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要用一个手掌心 向下压去搓长它 但这个步骤就要注意了 做一次至两次就好了 如果你做得太多的话呢 有机会令面团的表面松弛 那你刚才造型的部分就发费功夫了 那我示范一次 手掌心向下压 面团要滚动的 如果你觉得它不够长呢 可以搓多一点点 你记住向下压 不是拉扯它 你拉扯这个面团呢 那面就会松回 然后收口向上 将这个面团呢 放上这块布上面 那这块布呢 有两个状的 第一个状呢 就可以帮你的面团表面 保持它濕溶 或者保持它干燥 视乎你整面包的季节 是干燥还是小湿 那你稍后割纹 或者皮的脆度 就会稳定很多 容易割纹很多 那其次的状呢 就是我们会把它拉高的 因为我们做这些 这些包包 这些包包的面团 通常是比较濕和软的 那我们需要一些 帮助去巩固它的形状 那入炉的时候 就没那么容易变 一片披萨 那接着我们做完形 就让它松弛15至20分钟 那可以滲一点粉在底部 方便我们一间入炉的 那我们的包包 入炉之前呢 是需要割纹的 那目的呢 就是在于破坏它的表面张力 那么它入炉膨胀 会比较好一点 焗出来之后 就会脆一点 这个皮 那么很多人都有兴趣知道 究竟天然酵母是怎样做 想做一些好吃一点的面包 那我们今天就示范一次 如何去续养那个天然酵母种 那首先呢 你有一个成熟的天然酵母种 可能问你朋友拿 又或者你花一个 一个星期的时间 去将面粉和水混合 给它发酵 那如果你有一个很成熟的 天然酵母种 那你要保持它生存的手紧 你首先要找一些 没有添加剂的面粉 最好是中筋的面粉 然后找普通水喉水就可以了 那你加了下去 再加上次用剂的天然酵母种 那大概就是一份天然酵母种 就要三份面粉 这个比例 那就混合它 混合到不见粉粒就可以停了 其实最关键呢 就是你保持它发酵那时候的温度 必须要介乎是20至30度之间的 那它发酵到什么时候 叫成熟 你可以用来做面包呢 就视乎你的面粉 新加下去的面粉 和天然酵母的比例 如果按照我刚才的1比3的比例 那它大概是需要12个钟头 去发酵到2至3倍辣的 当它成熟的时候 你会闻到酿酒那种的果香 还有它会有少少少醋酸的香味 那我们今天保持这个面肿 会是比较干身一点的 每100克面粉 我会加60克水下去 那所以你就要用少少力去搓一搓均匀 搓到它不见粉粒就可以停了 不需要搓到面光滑 那就可以了 芒果保鲜纸 放在20至30度的地方 它发酵 它发酵完成熟2至3倍大 它就会变成像右边的浆糊的状态 那你要不就用来做面包 要不就要重复这个步骤 每天都起码要重复两次